来开到桃园大西区园林里有一座开心农场 这里是由里长免费的开放土地供里民来种植蔬果 开心农场不只是让高龄的里民他们有一个活动筋骨的空间 种出来的蔬果呢也提供社区据点的长者来食用 让里民快乐又健康 开心种菜还能够做工艺 大西园林里1400平的开心农场 地主是园林里的里长 他有感于里内长辈在退休之后缺乏运动 因此决定将土地无偿提供 让里民可以自由地在这块开心农场种菜 我们在我们园林里来讲 能有的玄置空间非常的有限 那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的话 他等于说他退休之后 他没有一个退休生涯规划 那刚好呢 我的父亲有留下一块地给我 那这块地呢就当作说 让老人家劳动筋骨的一个地方啊 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动啊 开心农场灌溉所需的井水和电力 都是由里长免费供应 每位里民各有一小块的地 在上面可以自由种植任何的作物 许多里民种植当地的食蔬还有水果 里面有这个产地环境 还有附的水和水电 我们很方便耶 其实大家都不认识啊 但是我们在一起种菜的时候 大家都很快乐在一起 目前在开心农场种菜的里民 也有30位 里长欢迎有需要的里民都可以来农场种菜 而开心农场种植的蔬果 除了里民可以自行带回家享用 也会提供社区关怀聚点长者食用 在开心农场种植作物 不只运动健身 还能够得到分享的乐趣和感动